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我們講的題目是關於西方文化如何處理世界和平 或者人類文化悠久的問題 在西方文化和哲學中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 我們上次講過柏拉圖的精神 柏拉圖式的精神 我們首先想講的是西方的理性主義 即是能夠處理這個問題 比較深入的根源 西方來說是需要講講廣義的理性主義 在廣義的理性主義裡面 我們選了幾個人物來講講 其中一個就是柏拉圖 柏拉圖代表了一種向上運用理性的超越精神 但是柏拉圖精神能不能夠處理到人類悠久 人類和平、文化悠久的問題 柏拉圖著重這個運用理性向上、向外 其母一個超越的理型世界 這種模式也影響到西方文化以來的發展 上次講到西方文化一路發展到近代 都仍然很多人有這種受到柏拉圖式精神的影響 但是柏拉圖式這種精神都很好 上次我們講到它這種 將人的精神向上提升 這是一個很好的精神 柏拉圖式的精神是不會向外戰爭的 但是問題是它這種精神 未能夠阻止戰爭 這種柏拉圖式的精神、柏拉圖式的情調 可不可以防止戰爭呢? 從這裏來講呢 就覺得相差一點 所以在這裏呢 即是我們覺得 講理性精神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需要有一個說法 就是要去對應一些人類的非理性、反理性那一面 如何去超化這個非理性、反理性那一面 這裏要講得比較深入些才可以 講完柏拉圖的精神 就是代表一種向上的精神 這是一種理性精神 但是它在這個 如何去超化這些非理性、反理性那一面 可能就未夠深入了 講完柏拉圖精神之後 接著我們就開始介紹大家 講這個阿里士多德的精神 這個 這個阿里士多德 都是西方廣義的理性主義 一個很代表的人物 這個阿里士多德的自學精神 比帕拉圖的精神 其實是更加內在的 這個 帕拉圖精神 這個 如果你說它是一個素理的理性精神 那麼 阿里士多德的精神 就可以說是生物的 生命的一種精神 帕拉圖的理型發展到 阿里士多德就變成一種 內在在材料 材質 材料裏面的一個形式 這種理型 帕拉圖的理型 理型世界的理型 這個放在圖裡來講 都還是外在 但是到了阿里士多德 就變成了內在於 這個 材質裏面的一種形式 而這種材質 或者材料 自身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去 將這個 內在的形式 展現出來 所以這個 這些 材料或者材質 都只不過是一個接受者 材料或者材質 其實是 現實化 這個內在形式的潛能 這個 所以呢 靈魂就是身體的內在形式 這個 在阿里士多德的講法裏面 它是分開這個 這個 質料 或者材質 有幾種不同的譯法 或者材料 這樣 在這裡 大概用材料 來講 這樣就 材料和形式 這樣 每一個事物都可以分開為材料和形式 這個 材料 就是要將這個內在的形式 展現出來的 所以這個形式本身 才是一個目的 這個 材料 或者材質 就是一個接受者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如果放在人裡面 來講 可以說 這個 身體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 營區 就是一個 材料 靈魂 才是一個內在的形式 靈魂就是身體內在的形式 如果用這個 情慾 和理性 來去區分的話 這個 情慾 就是人的材料 理性 才是一個內在的形式 這個 這個 所以這個 人的自然本能 家庭生活 或者我們的 謀生的事業 全部這些 這些 在世間的人生的活動 這個 其實 我們這些 都是一些 所謂的 材料性的活動 我們就是要 把我們內在的理型 內在的形式 發展出來 我們要把我們內在的那種 道德生活 或者公民生活 發展出來 這樣 就是把理型 內在化作 變成在裡面 一種內在的形式 這樣 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 阿里斯多德這種 這樣的思想 比柏拉圖 更加能夠 在非理性之中 見到一個 理性的形式 即剛才那個說法 我們見到 在這個 理性 在這個 情慾的 內在形式 這種說法裡面 已經見到 就是一種所謂 在非理性之中 見到一個理性的形式 這個 所以阿里斯多德的 那個 道德政治理想 就比柏拉圖那個 更加 現實些 因為柏拉圖始終說 理型是屬於一個 形象世界 這個 所以如果要講 道德政治理想的話 這個阿里斯多德的 那個說法 其實是比較 更加能夠 在現實裡面生根 這個 這個 阿里斯多德 講這個 生物 另外 他有講這個 所謂生物種類不變的理論 這個 也有講這個 所謂天體 永恆運轉的理論 這個 這個 天體 永恆 永遠在這裏運轉 不斷地帶著地上的萬物來運動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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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斯多德的 這一種 講物種 和天體的理論 令到這個自然世界 成為一個 悠久的存在 他這種說法 就變成 把這個自然世界 理解成一個悠久的存在 因為他是講物種不變 這個 令到天體的永恆運轉 這個 這些就是一個 永恆的 這個 悠久的 一些存在 來的 物種和天體的理論 令到我們的自然世界 成為一個悠久的存在 是一個無恥無蹤的一個潛能 不斷地變化 成為我們的現實世界 這個 即是 阿里斯多德的理論 原本可以講到一個 將自然世界 講到成為一個 這樣的 一個悠久的存在 但是阿里斯多德所講的 這個自然世界 這種無恥無蹤的歷程 又會被限定在一個 運動形式 和物種的形式之內 這個 阿里斯多德 他就比較了 158個成邦的政治制度形式 又比較了各種 政制的優劣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想過 這個是成邦以上的 即是 不只是講成邦 這個可以比成邦更加大的 成邦更以上 成邦以外更大的社會形式 他就沒有想過了 即是他所參考的政治形式 基本上都是最大的 去到成邦 所以他雖然做了很多比較 是158個成邦的政治形式 來做一個比較 這個 來講這種 看看哪個形式 會比較好些 這個 但是成邦以上的社會形式 他就沒有講到 所以他沒有所謂天下一家的理念 即是再大一點 所以天下的概念是沒有的 這個 天下一家的理念 很難在阿里斯多德的哲學裡走出來的 因為阿里斯多德所講的普遍形式 就是由不同的個體 成為某個類 然後實現出來的 這個 如果你要講國家的話 都要成為某一個類 才可以實現出一個普遍的形式 即是阿里斯多德所講的那些 形式 怎樣才能夠實現出來呢 首先要成為一個類才可以 某些東西要成為一個類 才可以實現到某個形式 所以 國家的形式 如果想要實現出來的話 國家這種政治形式 要實現出來的話 首先要國家一個類才可以 要有這個類 要成為一個類的話 就要有分類 要有分類 一分類 就不是所謂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正正就是不分的 這個 當你一分類成為某個國家 一個國家的時候 就沒有所謂天下一家 這個 就好像某一類的動物 你不可以 叫它做 這個動物一家 這樣 不可以的 所以這個 在阿里斯多德的哲學裡 所有這些特定的運動形式 或者生物的形式 或者國家的政治形式 這些普遍形式 是怎樣實現出來的呢 它最後都是要通過 不同的類裏面 不同的各個個體 來實現的 實現出來的 這些普遍形式 就會好像 可以永恆而悠久 如果你實現到的話 如果你實現到這些普遍形式 就可以永恆而悠久 但是問題就是 這種永恆而悠久 只是形式自身 即是 實現出來的那種永恆和悠久 是在說那種形式自身 而不是在說個體生命的永恆和悠久 一個形式實現了一千多次 就它的自身來講 其實是等於一次 這個就是所謂永恆而悠久 一個形式永恆而悠久 即是一個形式不斷實現的 無論它實現了多少次都好 都是等於一次的 每一次都是這樣實現的 這種是所謂永恆而悠久 所以在形式自身來講 是沒有所謂的一個歷史性 這個 過去的或者未來的形式 其實跟現在的一樣 所以無論是過去的或者未來的 形式實現 其實跟現在一樣的 這個也所謂的 永恆的現在 永恆的現在這種說法 其實算不算是悠久呢? 這種說法算不算是真正的悠久呢? 因為這個形式本身既然沒有歷史性的時候 那這種這樣的悠久 算不算是真正的悠久呢? 我們講悠久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否應該帶有一種歷史性的說法呢? 這樣 如果我們講這個物質 物質有這個潛能的意義 這種潛能的意義呢? 就是在於要實現出那個形式 剛才講過 每一個事物呢 我們可以分開這個材質 和這個形式 兩個條件來講的 這個材質或者這個物質 它所… 那個潛能的意義 在哪裡呢? 就是要把這個形式實現出來 要實現出某一個形式 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呢? 這個形式呢? 這個最後呢? 只在上帝的思維之中 這個形式呢? 就不是我們這個人所能夠決定的了 這個形式呢? 就是只可以在上帝的思維裡面呢? 被決定的 所以這個阿里斯多德的說法呢? 這些這樣的物質的潛能呢? 這個這樣的觀念 物質潛能的意義在哪裡呢? 就是要實現這個形式 實現這個形式呢? 最後呢? 其實呢? 最後那個意義呢? 就是變成一個純粹形式的上帝思維了 這個物質的意義就是在於形式 形式最後的意義呢? 其實呢? 就是在於一種純粹形式的上帝思維 所以這個阿里斯多德的思想邏輯呢? 最後一定會去到基督教 這個 最初只是有上帝存在 是沒有這個物質的 物質原本並不存在的這種說法裡面 就是這個 這個 最後那個純粹形式呢? 就是一定要去到上帝才有的 所以呢? 這種這樣的想法呢? 去到最後呢? 就變成了 最原初呢? 只有上帝存在 是沒有這個物質的 因為只有上帝才是純形式的 是這樣的 這樣的想法 根據阿里斯多德的想法 一定會變成這樣 所以 無論最後 是不是會去到基督教也好 這個 阿里斯多德的形式呢? 最後都只會被觀治 是一種被觀照的形式 所謂的永恆的現在 這樣的形式 所以呢? 由阿里斯多德的說法呢? 我們是不能夠發現到一個 真正法慾萬物 悠久 無疆的一個 有一個真正歷史性的世界 這個 另外呢? 我們看回阿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學 這個 阿里斯多德的道德政治哲學呢? 就可以令人的人格和國家 成為一個有限 但是具有審美性和諧的現實存在 這樣 即是阿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學呢? 就還講這個 它會講人格 也會講這個國家 這個 人的人格和國家呢? 是會成為一個 和諧的一個現實存在的 一個理想 那個形式 這個 一個 能夠將那個形式 展現出來的話 將國家的形式 實現出來的話 這個 人的人格和國家 就會成為一個 很和諧的現實存在 這樣 阿里斯多德呢? 他就知道 這個 國家戰爭 去到最後呢? 始終都會和平的 即是根據阿里斯多德的說法呢? 他是覺得 無論你的戰爭 打成怎樣都好呢? 去到最後 如果你要實現到 這個國家的形式出來的話呢? 最後一定會變成和平的 好了 但是 阿里斯多德呢? 就是沒有想到 怎樣才可以統一天下 統一成邦 達到天下一家 文化悠久的問題 這個問題 之前講過 阿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學 講到最後呢? 都只可以講到成邦 即是理論上 他應該可以講到國家 成為一個和諧的存在 但是 在他的講法裏面 就 未曾講到這裏 他呢 就 他知道 這個 即是根據這個講法 推下去的話 國家是最後一定會和平的 這樣 但是他就講不到 怎樣才可以和平呢? 還有呢 怎樣才可以做到 所謂天下都和平呢? 文化能夠悠久 這個所謂天下一家 統一所有成邦 而達到天下一家 行不行呢? 他講不到這點 所以阿里斯多德的講法呢 有點像中國的孫子 這個 孫子呢 這個呢 就 有個學生很出名的 叫做李斯 這樣呢 孫子是一個儒家的大師 但是誰知道他教了一個李斯出來 李斯就很出名 就是一個法家的人物 這個 這個 這個儒家 由孫子 去到李斯 結果呢 就失去了這個儒家的傳統 這個 但是李斯呢 就有這個呢 幫秦始皇 統一天下制度的氣概 這個東西很厲害 秦始皇能夠統一天下呢 李斯呢 居公不少 這個 所以呢 這個孫子 教了個李斯出來 失去了儒家的傳統 但是李斯呢 就能夠幫秦始皇 統一天下 好了 這個 在這一方面呢 阿里斯多德呢 就有點像 就是因為呢 阿里斯多德呢 教那個學生很出名的 叫做 阿里斯多德大大帝 這個 這樣呢 就 教出了一個阿里斯多德出來 這個阿里斯多德呢 就 征服了希臘的成邦 阿里斯多德的成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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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能夠建立一個天下統一的制度 因為 以天下為對象的這種社會政治思想呢 原本 在阿里斯多德的精神裡面呢 是沒有的 那麼 剛才說過 阿里斯多德的社會政治思想呢 去到最後呢 都是最多講到成邦的 這樣 所以沒有一個所謂天下統一的 這樣的想法 或者這樣的一種制度 沒有這樣的精神 所以 他所教出來的阿里斯多德 他的帝國幾大都好呢 征服了幾多個成邦都好呢 到最後呢 他都始終 未能夠 建立到一個天下統一的制度 就是因為阿里斯多德的精神 是沒有這種精神 這個 那麼 阿里斯多德沒有這種所謂天下一家的理念 但是他也沒有這個 所謂生命悠久或者文化悠久的理念 這個 那麼 那麼他的關鍵呢 就是因為這個阿里斯多德呢 由始至終 他都是用形式來去看這些個體 用形式來去看這些個體 看看他屬於哪一個類 很多 因為他看事物的看法呢 就是用這種這樣的 才質和形式的分類來去看的時候呢 就是用形式來去看這些個體 看看他屬於哪一類這樣的方式 那麼所以呢 他這種這樣的方式擴大來看的時候呢 凡是重視類概念 就是這種這樣的看法 所以他很重視類概念 凡是重視類概念的看法呢 重視普遍形式的思想 凡是這種這樣的方向的想法 都是會比較漠視這個個體 會漠視這個個體 那麼通常呢 只會著重說這個個體 是這個類裡面的其中一個分子 因為他著重說這個類 著重類概念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忽視這個個體 他只會覺得個體 是類裡面的其中一個分子 漠視這個個體 對個體那個真實的生命 真實的命運 是沒有一個感情在這裡 他其實並不關心這個個體 他關心的是一個類的形式 不是關心的個體 所以我們如果 總是用類的形式 來去看這個世界 或者用類的形式 來去實現我們的生命 實現這個世界 我們會這樣去看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令到一切現實的類 和個體的存在本身 都變成偶然和無常 個體和個體之間 類和類之間 很多時候就會變成互相對立 互相鬥爭的關係 也是 因為我們總是用類的形式 來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都習慣了這樣的方式 這個 分類的方式 我們習慣了用這個分類的方式 來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個體 本身 是一種偶然 或者是一種無常 這個不是最重要 會比較漠視這個個體 那種真實的情感 所以很多時候 當你覺得沒有那麼重要的時候 這些個體可以犧牲 所以很多時候變成 個體和個體之間的 所謂的對立 鬥爭 就是在這些情況下出現 因為普遍抽象的類的形式 一個類的形式 本身 裏面可以有很多個體 同一個類裏面有很多個體 有無限那麼多個個體 亦都可以只有一個個體 這個就是 所謂一個類的形式 甚至沒有個體都可以 沒有個體就是一個空的類 邏輯上 這個類的形式 是可以這樣的 可以有很多個體 無限的 多又可以 只有一個又可以 甚至沒有都可以 這種是類的形式 那種普遍性 邏輯上的可能性 所以呢 從這裡這樣來看 我們就明白 為什麼我們說 個體可以說是偶然的 無常的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 這個 所以如果 這個類的形式 實際上 或者在這個 形式上 實際上 真是去主宰這個世界的話 這些 這些 剛才所說的 這個 類的形式 裡面 有無限的個體 一個個體 甚至沒有個體 這些 這樣的可能性 也都會實際上 有可能會輪流出現 如果我們是用這種類的形式 來主宰這個世界 支配這個世界 是會有可能出現一些類 沒有個體 或者有些類無限多個體 都會有出現 這樣再加上 我們總是用類的形式 來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個類的形式 盡量會在這個世界實現 如果我們是想 這樣 即是我們用這種方式來看世界的時候 我們總是想把這個世界 看成各種不同類的形式 希望這種不同的類 盡量在這個世界出現 於是 一切的個體和類的存在 亦都會在這些可能性裡面 輪流出現 所以呢 這些個體 都是全部 偶然和無常 而且 如剛才所講的 這些個體 是會互相對峙 互相鬥爭 很多時候 就是在這個 鬥爭和對峙的關係之中 這個 自然生物世界裡面 這個個體 和這個 種族 之間 那個關係 這個 是最明顯的 由種族的觀點來看 生物 生出很多不同的子子孫孫 保存在這個種族 這個就是所謂的生物的本能 生物個體 就好像完全是不在意 它自己個體的生生死死 在自然生物的世界裡面 我們看到這種分類 這種類的形式 而忽視 或者 漠視這個個體生命 很多時候 我們很容易看到這種關係 就是個體和種族 即是跟類的關係 就是 在某一個 生物的種族裡面 總是為了保存這個種族 犧牲的那些個體 沒有所謂 甚至那些個體生物 本身都不在意 很多那些昆蟲 招生無死 就是為了延續它們的種族 自己個體的生命 生生死死死 是不太重要的 這種看法 很多時候變成類似這種 追求個體生命 形式 追求這種形式 要求這種形式 普遍地遺傳下去 即是這個類 要一直保存下去 一個生物 如果生了一子一女 這一子一女 是屬於同一個類 但是又是互相對峙的個體 這樣 在他們剛剛成為一個個體的時候 就會各自去追求 實現自己所負擔的生命的形式 來追求生存 那他們之間 是彼此不知道自己是同類 也不知道可以為了生存而互相鬥爭 只一心追求自己一個個體的存在 即是 這個 如果 如果 一個生物 它是一種 這樣 只是追求自己 個體的存在 這樣那個 想法 有可能又不同了 這樣 這裡 那個講法 其實有 怎樣不同 我們下次會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類語的形式 和個體生命的關係 是怎樣呢 下次再繼續跟大家講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就是 我們下一個 的主題